现在开始比较紧张了 不知道当时会不会忘词 请开始你的表演 大家好 我叫张雨时 我是北大博士毕业 要是咱也罢了 我们都是取校毕业 我们几个都是一个学历的 我们也是北大的 我们是北方取校大专班的 很多人说我是学霸 其实呢 我觉得我不仅是学霸 各方面都是霸 北大本科双学位理学博士 优秀学生干部影视编剧 会三种夕阳乐器 能打跆拳道 青年科学家 可以说既是文理双全 又是文武双全 就差儿女双全了 在座的如果有谁 想给我生一双儿女 可以联系节目组官网 我有北京户口 那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呀 我发现生活中 有很多科学谣言 尤其是在我们父母的 朋友圈里 相信在座的每个人 都加入过一个充满谣言的微信群 叫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那说到谣言呢 其实我妈特别关心手机辐射的问题 有一次我妈看了朋友圈之后 就跟我说 以后不要再用手机了 有辐射 特别危险 大家知道手机是有辐射 那有辐射就一定危险吗 其实我们任何物体都有辐射 我们每个人 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 都在往外辐射红外线 所以之前说祖坟冒青烟 这我没见过 但祖坟冒红外线 可是真的 那手机辐射到底危不危险呢 有人说可以用仙人掌来防辐射 大家注意这个仙人掌 可不是神仙这手掌 想防什么就防什么 你要拿仙人掌防辐射 那真不如拿平底锅挡一下 我妈呢 还特别相信 说隔夜的茶不能喝 如果早上泡的茶 放到晚上十几个小时 她觉得没问题 但如果是晚上泡的茶 隔夜哪怕只有几个小时 她就觉得不能喝了 我说妈 怎么着 咱家这茶叶是有黑暗恐惧症吗 你要真说不能喝 你不喝也就算了 你也用不着睡觉之前 把茶水都干了呀 茶是不隔夜了 人开始隔夜了 另外呢 我妈非常想让我吃绿豆 她说吃绿豆治百病 还给我算好了 说第一周每天吃七粒 第二周每天吃六粒 依次递减 一共吃七七四十九天 我说妈 咱吃这是绿豆啊 还是仙丹呢 就算吃仙丹 也没听说关 等叉数列吃的呀 你要真说绿豆治百病 那我倒要试试 看能不能把我这 浸食演制好 我妈说你可别试了 万一你再吃成绿豆眼 那还不如浸食呢 那我妈啊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特别相信算卦先生 有一次我跟我妈 一起出去上街 街边就有那算卦的 我妈就飞过去算 这算卦先生也挺能说 说他自己什么都能算 然后我就挺好奇的 我说你这什么都能算 这挺好 你给我看看这个吧 这是个二阶偏微分方程 你不什么都能算吗 然后算卦先生也很尴尬 说小伙子 我们这行属于文科 你这超刚了 那还有那算卦先生呢 说得更荒谬 他说呀 自己有半仙之体 就你问他什么事 他能到天上去问 问完才告诉你 哎呀我说你这挺好啊 你这等于跟天上有交互啊 你这种算卦方式 是叫云计算吗 就比朗诵根儿点 你怎么 哎呦 那后来呢 我妈在我的影响下 就逐渐热爱科学了 我妈现在做饭呢 都跟我们做实验一样 我妈还说呢 说你看 做饭本来就跟做实验差不多 都是把各种东西放一起 搅和搅和再加热嘛 所以他现在呀 放料都用天平 放水都用凉桶 济食都用苗表 加热都用温控 每次做出来的饭 味都一样 可重复性特别好 其实呢 我妈也只是想精确控制 所以有一次 她做牛排 我就问她 你想做几成熟啊 我妈说 做成 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成熟 我说妈 您要非做成 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成熟 那您直接做个派多好啊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张雨时 这比还是做口秀的比 做口秀一般都是在比 北京大学的博士啊 这个学霸 龚老师觉得这段怎么样 专业的相声演员当中 说类似于带有科技内涵的相声 相对来讲还比较少 尤其是像这个单口相声就更少了 您呢应该讲是由我们相声演员的元素 表演方面啊 包括包袱的拿捏排列 都是有相声的元素 但更接近于脱口秀 大概更接近于这个方面 我必须要给你提点意见 只要站在舞台上 面对公众的时候 你的着装 我个人认为 还是应该再考修一点点 谢谢龚老师